第六十四代孙惠明族诗,东土十八代 姓孙明素贞,自明善,道号惠明,山东丹县人,生于光绪二十一年,于民国十九年与师尊统领天命,统长白杨道盘,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,马不停提日以继业, 为救三曹生灵,夜不安息,咒不甘时的救世苦心,悲怨赶天,道物蒸蒸日上,将法应传遍万国九州 黄河绝堤显出天机碑文,云集三六中秋夜,人虽原祭道尤存,子系太英祭承接,立己立人天命丹,眼瞼一身难省绝,见了不忍世天机 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四称碑文,母定三阳渡园人,副十夕黄将道园 临初太公产圣王,太来天真办收园 工长,子系组,承担万八年天命,普渡三曹,继续办理末后依着收园大事 我们一看一看来,一次都是主要的收入大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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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